据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套牢盘中有三分之二十散户投资者 大多数损失幅度在30%左右 这主要是由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比较有限 在市场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投资者在套牢时应采用损失最小的解套操作 这里向散户投资者简单介绍几种解套方法 分布解套法 适用于平衡式且套得较深的股票 优点是能明显缩短解套时间 缺点是把握不得法容易踏空 在牛市中不太适用 操作原则 一是如果手中有多只股票被套 应利用板块轮动的特点 集中资金选择先启动的个股进行操作 等解套后再对其他股票意义击破 二是必须在上升通道中低息高抛 当股市处于弱势时 由于获利比较困难 不宜进行操作 止损解套法 适用于追涨 投机性买入和股价在高位的股票 对满仓深套的人尤其适用 优点是解套效率高 常常能一步解套 缺点是有一定的做空风险 操作原则 一是要果断 不要错过止损的机会 投资者如果能在2245点高点回落时 及时止损 则低位回补解套的机会是很多的 二是避免在低位操作 要设置回补 即发现股价跌不下去时 要及时回补 以免踏空 死无解套法 适用于买入价位较低 适合长线投资的股票 优点是无需增量资金 无操作难度 缺点是消极被动 会错失许多投资机会 部分股票可能不能解套 操作原则 一是5G优不5G差 许多原生套的大盘蓝筹股 机油科技股都已创了新高 二是5D不5高 股价必须尽量接近底部区域 如股价在中高位 则已采取更加积极的解套策略 如止损绑 摊平解套法 适用于仓位较轻的投资者 优点是容易掌握 操作得法时解套较快 缺点是在下跌中继形态中 摊平会放大风险 操作原则把握5个摊平时机 即以升套 指数见底或个股走强 股价创新低 且有止跌迹象 股价在底部区域 股票有投机或投资价值 向下摊平的金字塔 操作几乎人人可以无视自通 不过从2245点下跌以来 许多人越补损失越大 其原因是没有掌握好补仓 摊平的时机 换股解套法 适用于基本面趋弱或无资金 关照的股票 优点是不受原被套股票的束缚 能有效控制风险 缺点是换股失误会赔了富人 又折兵增加新的风险 操作原则 一是换低不换高 二是换优不换劣 即换入基本面良好的股票 三是换强不换弱 即换入有资金关照 走势相对强的股票 换股不等于卖出后 要立即买入 应在走强时再行介入 以避免再次套牢 请不吝点赞 订阅